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龍火橋 現在在騎太平山路 台中的136線道 還蠻有名的 就跟台南的1822有點像的東西 得得得三道就對了啦 那我聽說這邊有特殊照相 不過我今天沒有打算騎快 因為我下面還連著一台 360降機 對,我怕它噴掉 所以我沒有辦法騎多快 好,那今天要來試騎的是這一台 這台車是My Boo Boo 100 它其實是我姐的車啦 這台其實還蠻凶神惡賽的 以前不是很多標車主都愛騎這一台嗎 那這台是全新一手車喔 雖然已經很舊,騎了很久了 不過這台車是那時候買的 是全新一手車 然後那時候是我大姐的車 然後弄一弄之後 我大姐出國了 她去國外住 然後之後換成我另外一個姐姐在騎 然後就也沒有買新車 就這樣一直騎到現在 這台車對我來說還蠻有回憶的 就是 就是 它從我原本沒有 就是連 坐墊都上不去 用卡的 但我可以騎車 都是這台車 都在我們家啦 那我媽的車也是一樣啦 其實 對,那敵絕可能就是比較晚進來的 敵絕其實原本就買二手的 所以反而是這台車跟我媽的那台 恰吉 應該是恰吉噴射王 我媽那台 然後這兩台車才是我家最古老的車啦 就是我比較印象的 的確比較沒什麼印象 的確進來的時候已經蠻晚的了 就是比這兩台車都還晚進來 不過它年紀比較大 那這台是 那個 BUBU 100 那BUBU有出很多台 像有BUBU 50 BUBU 100 BUBU 165 電動BUBU 還有噴射BUBU 對,很多種BUBU 那當初這台是BUBU 100 那它的特色就 大家應該都知道啦 也沒有 大家不知道的人 我在那邊講一下好了 它的特色就是 當初很便宜 便宜到爆炸 就是真的很便宜 所以那時候很多人都買這一台 然後因為很便宜嘛 然後又雙骨的才是很便宜 碟煞就沒那麼平衡 對,這台是雙骨的 那它有很多東西要整修 所以其實騎乘感覺說起來 也不一定有用 因為畢竟又不是新車 那我也不確定它傳動是不是原廠 不過感覺好像有池燈頂過傳動 畢竟這台車雖然里程表只有1萬出頭 但是實際上它已經跑2萬多公里了 也應該有2萬5公里 2萬5千公里了吧 那保養也是做得蠻不確實的 就是 既有可能都過了很久然後才去換啊 齒輪有可能也是很久才換一次 就是一般很一般的通勤車啦 不過騎到現在 因為它的引擎蠻耐用 又是100cc的 所以真的還蠻耐用的 而且我現在是雙載喔 我現在是跟芒果兩個人 然後雙載騎 那這條太平山路 知道的應該就知道它很陡 所以它其實很超陡的 所以不確定行不行啊 應該可以啦 因為我現在騎起來它還是很有力 有沒有很輕鬆就刷上來了 慢慢騎就好了 不要我們也沒有要騎太遠 我們騎到那個看風景那個地方就好了 吃坦點 好吧那我講完了這台車對我的感覺了嘛 那剛剛前面其實有整修一下這台車啦 因為它的煞車實在是不行 已經到底了 然後我就甚至幫它調一調煞車 甚至幫小蘭也調一下 小蘭也有來 好啦各位我們現在就做事前準備 然後這是360相機等一下錄影的 然後我的安全帽也安裝好了 大概裝了一小段時間吧 相機在那裡有看到嗎 那現在就要騎這台車嘛 可是它的煞車有問題 所以然後小蘭也有來在那邊 然後它煞車有問題 所以我要先把煞車調好 那我也不確定可不可以調啦 因為它感覺已經很底了 所以可能是煞車都用軟了 那之後可能會慢慢的修復之類的吧 然後那就回去騎車的時候吧 好啦那順便把小蘭的煞車也調一下 因為它也用的差不多了 那兩台煞車的古煞都調完 就要上去吃坦點了 大概這樣吧 那這台車我以前很小的時候 未滿18歲就騎過了其實 就是嘗試的偷騎一下而已 也沒有特別騎傷度是這樣的 然後之後就因為我去外地上課 外地上課都騎假車而已 那之後再回來騎這台 是很久之後的事情了 那這台第一個給我的印象 就是非常的好騎 對它真的超好騎的 它就是油門很輕啊 然後煞車也很好按 然後車子又很輕 所以一吹油門就衝了 所以其實很好騎啊 那當然僅限於四驅啊 那它的傾角當然也很小 因為這種車傾角是不會搭到哪裡去 那座高也很親民 座高真的超低的 比現在那種新的主打女性的座高低多了 那除此之外的話 這台的傳動 又的感覺應該是起中型的傳動 但是它起步很猛啊 起步大概跟125差不多感覺了 但是只要時速超過20左右吧 20、30它就開始變了100CG 又回到100CG的感覺了 那它當然很快啊 這台車因為很輕嘛 然後所以這台車很輕嘛 就體重真的 它的體重真的很輕 那沒關係就讓汽車超車吧 我們慢慢騎就好 那超風表現的話 其實我覺得就很普通的那種女性用車 但是它比那種JBUBU啊 就是它的下一代 其實JBUBU就是MyBUBU的下一代啦 那它比JBUBU還要輕很多 所以騎起來感覺 而且它傾腳其實比JBUBU還要大一點 我覺得因為我騎過JBUBU 然後JBUBU是那種我沒有特別怎樣 然後只是四驅小彎也會磨到 有一邊啦另外一邊不會 那這台車是兩邊都不太會磨到 對因為我騎這台很少磨到 畢竟我很少騎這台來山區嘛 那目前騎起來動力是很足夠啦 雖然它這台車也有點快發不動發不動了 那這台車也陸續整修了很多東西 那現在側柱斷掉了 這也是沒有辦法離側柱的超好笑的 那差不多講到這邊 那之後再來就是要上去刺砍頂 再給大家看一下整台車長什麼樣子吧 那有騎BUBU的應該不陌生啦 其實它就是JBUBU的前代 雖然也沒有油冷 那這台車很特別的是它的改裝潛力很高啊 這台車改裝潛力真的很高 它有125的套件可以上 原廠125套件可以上 那還可以弄到150 反正這台就是當初我有查過這台的例子 就是新竹還蠻多人愛騎這台的 新竹很多人愛騎這台啊 所以這台在新竹也像是兇神惡煞 一方的霸主 標稱子標車子都騎這台 那這台車騎到現在給我的感覺是 它真的很好操控 它扭來扭去都很好操控 然後動力說真的因為我載人 所以感覺不出來什麼 但是我覺得都綽綽有餘啦 你不標車的話 這樣其實動力已經綽綽有餘了 那四驅騎一定很夠啊 因為女生一個人騎四驅騎就超夠的 那這台車的自腳空間超酷的喔 我覺得很好耶 這台自腳空間我覺得比小蘭還要好 可能是因為它的油箱沒有坐在踏板下面吧 因為小蘭的油箱是坐在踏板下面 然後現在開始比較陡的地方了 就比較濕又比較陡 不太好騎喔 這裡就比較陡的地方了 唉唷 我覺得綽綽有餘耶 很有力耶 我還沒有用力給它轉下去 這種低轉速就上得來了 還不錯 很順就可以上來了 然後再來是一些比較難騎的玩 唉唷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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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很有力 那後面那個壓車壓到好低喔 我覺得好可怕喔 它超有力的啊 它很順啊 我都還沒用力衝耶 用力衝看看好了 有有有 用力衝它有加速的感覺 它超有力的 我覺得我們是雙載喔 大概就100cc而已 這台車騎充真的很有力 尾數大概只有70幾而已吧 70幾80那邊吧 要再快一點 可能要再另外炒時間車 但我也不可能 把這台車騎到那麼快啊 畢竟這台車是我姐的同情車 然後他們公司是要認車證的 所以它沒有辦法太常借我 所以可能只有六日能借我而已 那當然這台車基本上只有在換機油跟齒輪油而已啦 什麼空力沒有在保養的啊 火星災壞了再換就好啦 所以說這台車保養很少啊 那因為它里程其實算起來也不高 兩萬兩萬五然後這台車十幾年了 那台車大概比我的野狼年輕一點點而已 那是買全新車所以大家會 我們會比較知道它的狀況 對 然後它的東西都不太會壞 不知道為什麼 它的煞車都沒有像我的TG一樣 會有卡卡很難的感覺 好啦我們來測試一下 100cc的BUBU 雙載 有沒有辦法上這個顯身坡 唉唷可以很順 很簡單很輕鬆 這個武嶺都上得去不錯不錯 很簡單很輕鬆 超輕鬆超簡單 唉唷可以可以可以 我覺得超輕鬆的 它完全沒有掉轉什麼的 所以應該是 就算騎不快這樣慢慢督也督得上去啦 太棒了太棒了 那我們今天可以到刺坎頂了 有沒有有點擔心它上不去刺坎頂說 好啦我們應該快要到我們的刺坎頂啦 那到刺坎頂之後 我在那一個停車場來拍一下這台車外觀吧 好啦好啦我們到這個 一個小小的地標刺坎頂啊 應該是這裡吧 唉唷這邊有整修過耶 這邊有整修過了 以前這邊有點塌下去說 好啦我們到刺坎頂啊 我們就切換成相機模式吧 好累喔 好啦我們現在還到了刺坎頂 然後那邊就是那個牌子 完全被擋住了沒關係 送點一下這台車好不好 然後順便看一下風景 什麼都看不到 到底是上來幹嘛的 我們等霧消一點再下去好了 就會霧太大了 騎車危險 那這台車剛剛好像有說的是 正一手車 就是我家是 只有這台車是 就是一手車而已 其他的車都是 用別的方法拿來的 那以後有機會再跟大家聊聊 那這次重點是這台車 那其實它的外觀很完整其實 對它只有這個會掉 那好像我看很多台都是掉這個 有一個電鍍的裝飾的會掉 很多台都是掉這個地方 所以其實還 就是蠻意料之中的啦 因為它後幾代其實有改良 所以它比較新的款 它這個就不會那麼容易掉下來了 那這個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買新的來裝 因為這種 冷門車的東西 不太好買 那它的前輪是 鐵框的小古煞 那前輪是鐵框的小古煞 那後輪當然也是一般的古煞而已 然後馬表線之前有斷掉過一次 我有把它修好過一次 那也很簡單啦 它的就是把殼拆起來 然後馬表線重新鎖得去而已 那它的大燈也是最一般的 一般的大燈 但是應該是 自己弄改裝的話 應該還是可以改裝到那種 跟野狼一樣的大燈吧 那這台車的重點就是 它的125的版本 在這邊會有一些小畫的圖案 然後好像很多人喜歡那個小畫的圖案 那這台是100cc的 有沒有它的那個 原廠殼的號碼在這邊 代表它真的是正原廠殼 對然後它的 它其實有摔過很多次 因為我姊阿媽還不要 那這一塊不見了 這一塊原本上面寫比亞93個字 那它不見了 那這就是方向燈跟尾燈 其實它尾燈其實還蠻紅的耶 因為我有另外 我加另外一台車 啊!對我叫兩台車都是 都是那個啦 正原廠 然後正一手車 那另外一台車 因為我姊 直接駕出去了 然後就在 騎去她家 她跟她老公住的地方 然後那個 在那邊騎就對了 然後這是另外一邊的原廠殼 原廠號碼還在 買不補100的那個都還在 那這台車都是停露天的 所以 很多東西都生鏽了 但生鏽面積比我想的都還要小 那 這個殼就是 母姐之前摔車的時候把它摔到東西都不見了 那也還好啦 一點點而已 要換也是可以 那就大概這樣吧 那還有就是 有關儀錶的部分 儀錶的部分 儀錶的部分有換過一次全新的 那然後全新的換完之後 現在又畫一樣的狀況 就是 她的油錶你們看喔 我開 之前她有這個玻璃有被破掉過 那玻璃破掉是不正常的 所以應該是被人有砸到還是怎樣破掉的 開 然後油錶會這樣跳起來 那油錶是根本不準 你左右搖它就會左右慌 那正常不應該這樣 那這油錶已經壞兩次都壞一樣了 這個油錶 所以這油錶應該是 本身就有問題 看要自己檢修自己加強還是怎樣 好啦 那這個就是我姐的停車證 那為什麼我這台車沒有辦法太常借出來 就是因為 她在星光三月上班 然後 的停車證 所以她在星光三月只認這個停車證 所以她沒有辦法隨便就換車 那為什麼我這台車沒有辦法太常借出來 除非她整台都要換新的才會弄那些有的沒有的 那車子其實還算蠻完整的 所以我覺得 要報廢的話 不如就拿來給我通勤就好了 因為我也蠻缺台通勤的車的 好吧 我們現在看一下風景 其實也 好 我們現在看一下風景 其實也差不多 霧也散得差不多了 那差不多要下去了吧 當然 下去的話其實 古煞的時候古煞流點 比較不會鎖太死 太難按之類的 好啦 各位我們現在要下山了 那我們也看了一下這邊的風景 雖然很霧 什麼都看不到 不過 好像還不錯 那 下山可能就會 騎快一點 來體驗一下她的很爛的煞車跟性能 那希望不要出問題啊 最近她是通勤車 輪胎雖然都還有 不過就是 通勤用的輪胎 不會好好難去 那這種路就很難玩的 摩到了摩到了 摩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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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避震 軟 然後 對 它其實一下就會摩到了 雙帶啊 雙帶很容易摩到 因為你避震下去就會摩到了 那單程的話可能就不會那麼容易摩到了 然後 不小心騎太快就會摩到了 那這種四季大彎就一定要慢慢來 好 那後面就是慢慢的摩摩摩摩 摩中組摩下山 那因為雙帶的關係 所以如果是一般的傾腳的話 彈簧不要壓下去的話 基本上是不會摩到 但是你只要 路面上有坑洞晃一下 那就會摩到了 那其實也還好啦 因為小蘭也有一樣的問題 這大概就是塑膠車的痛病吧 因為塑膠車 畢竟整台車子比較低嘛 所以 比較容易摩到中組 那擋車的話就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擋車的話都會先摩到排氣管或腳踏之類的 好吧 那總結來說 很高興這次能試駕我姐的買步步100 雖然這台車對我來說 其實每天都在騎啊 就是只要回台中就會騎一下騎一下 因為 不一定每次回台中都會騎野狼嘛 那這台車也是從小到大陪我的很多回憶 那他當然還有很多東西是要維修檢修的 那後面有可能會慢慢的幫他做一些小維修小檢修吧 那就可以期待一下他回春之後 性能表現會不會變得比較好囉 那這次的影片有點長了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囉